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我姓舒,叫舒麻雀 我猜我大概一個月大左右吧 每年六月,香港官僚會都會幫我們做著口普查 今年就找了三百多個義工 走均18區,七十八條路線 進行了第四屆的麻雀普查 去年五月剛行啊 雨量是今年的四分一 我們遲了足球生仔 著口奪得25萬隻 今年有三十萬隻,放心了 是呀,是寶寶來的 嘴巴有點殘忍 另外還有一隻 而且是淺色一點 我們數著小孩都可以知道 其實牠們有沒有變多變少 環境會不會變差了 其實城市的空間也有限 如果小孩都用不了 人類可以住哪裏呢 麻雀就是黑色嘴 跟我們一般平常見到的 很多都是食料來的 小的麻雀的嘴巴比較黃黃的 然後牠的羽毛是淺色一點的 而且你會發現牠們會經常跟著另一隻麻雀 然後在牠旁邊抖牠的翅膀 表示牠是想拿東西吃 就會覺得很可愛 例如牠去洗澡 在沙地上 你看到牠扁了一坨 開了翅膀就在洗澡 可遇不可求 對,這真是可遇不可求 有訪問過一些市民 最喜歡的小鳥是什麼 其實麻雀是拿了冠軍的 而且麻雀其實都跟人近 牠沒那麼怕人 牠又容易觀察 其實我們一直數 就想由一個數字去監察香港的一些麻雀的情況 如果真的跌了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立刻可以做到一些保育的措施 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都會關注這件事 都希望可以 市民都可以留意多些身邊的小鳥 都會 我們會在全港十八區都會有路線 十八區的路線裡面 不同的新景都會有 例如公園、商業區、住宅區 用路線我們盡量都會做一條直線 避免重複數了麻雀的數目 路走的時候 大家都會留意兩邊的位置 兩邊大概20米的位置 都會數一些麻雀 望遠鏡就可以去看麻雀的行為 可以看到牠們是大人、小朋友 和牠們做的什麼 可能我們一直直走 所以如果後面飛上來的麻雀 其實我們盡量都會避免去數 如果我們會看到一堆 可能太多的麻雀聚在那裡的話 因為要花多一點時間去那裡數 可能站在那裡 一至兩分鐘 數完族群 我們就會繼續再向前走 今年統計的日子 牠們還和機構合作 做了個城市鳥仔冒險之書的活動 根據我們幾種城市鳥仔的生活習慣 設計路線 讓人跟著來走 其實我們很喜歡和你們同居 統計發現 94%的我們 在你們大樓的那位竹巢 所以深水埗 由尖旺和觀塘 最好就最多了 這些亂側的樹枝 就是我們的巢 我們都喜歡在鳳凰木 木棉樹之下聚餐 你們種滿了植物的窗台和扇風 都是我們下午茶聊天的地方 我們走的路線 是建築物一路都在 由新一路去演化到比較傳統 也可以看到 其實鳥仔和這些建築物之間的關係 是很不同的 南山村的屋的設計 其實走廊向外 有些欄杆 也都在低層有個閃縫 眨眼去看這些地方 其實都是無論是高還是低 其實鳥仔都可以有一些地方站 但是如果是新的那些屋村的設計 其實都不會有些走廊 有些欄杆 是向外的 那這些其實鳥仔會少了一些地方站 它的街市不是密封式 有些平台也有些人在銷售貨物 或者有些大排檔 雀鳥仔都會容易些 找到他們的食糧 也或者可以支援到他們的食糧 最近港大也有一個研究 其實很多小朋友 需要接觸大自然 才可以減緩他們的情緒 減緩他們的抑鬱 或者是角度活躍症之類 大自然是給我們一個情緒穩定 或者是抒發了我們很多的心情 其實我們人類是應該要害怕的 因為如果大自然是沒有了鳥仔的話 可以告訴我們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這個環境出了很大的問題 當鳥仔都不可以生存的時候 其實人類也不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每個人都說不要放棄 因為這場仗如果香港一輸 就以後不能再翻身 這次是全無事 我是一個媽媽 我是一個香港人